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喀布尔的街头 塔利班今天把民众当街绑在了柱子上抽打 被抽打的民众痛苦地呼喊着 因为画面太恐怖 我们把这画面遮挡了一下 塔利班还在喀布尔等城市的街头上 搜捕来自潘基西尔的人 当众把他们吊起来处于绞刑 我从多方消息看到 塔利班丝毫没有改变他们残忍的本性 他们还在继续搜捕着民众的女儿 而且还在把一些他们民众的一些妇女们 作为他们的战略体 作为奴隶贩卖 而且像拍卖商品一样 当街的叫价贩卖 华春莹居然称赞 塔利班比上次执政更理性 好像塔利班以前很理性 现在更理性了 大家看一看 如此残暴的塔利班 他们那样的残酷地迫害民众 可是华春莹 她还是在为塔利班开脱 她让人们与时俱进地看待塔利班 看了华春莹的这番讲话 很多网友说 强烈要求华春莹把她的女儿交给阿富汗的塔利班 华春莹的这番言论再次向人们表明和证实了 中共一直在暗中支持塔利班恐怖分子 同时也表明中共和塔利班是一样的恐怖分子 所不同的是 只是中共更加善于伪装和欺骗 这是塔利班出现在位于巴米亚省中部的班的阿米尔大坝附近 据说他们被称作是塔利班的海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潘迪西尔峡谷 抵抗力量们还在继续战斗的 这是高级指挥官 萨利赫 莫海默德 雷吉斯塔尼 他在呼吁人们继续拿起枪来 抵抗塔利班 战斗到底 有人评价说 他们是真正的圣徒 也有印度网友看了之后留言说 你们是好样的 全体印度人支持你们 我们看到这是在近日来 在马舒德号召全民起义抵抗塔利班之后 又以高级指挥官站出来发表呼吁